詞曲 李宗盛 文 employ 詞 曲 李宗盛 然後對上保涵原住民的組織 然後居民傳統工法的施作者 還有民意代表村長跟鄉長等等 然後這個是蘭宇的簡圖 那其實那個蘭嶺的野心整治的工程其實騙起全島 然後幾乎在每個部落都有兩個以上的整治工程 那在這個個案當中 就是在這個爭議當中呢 行動力比較強的就是朗島跟東青 那野嶺則是 就是他們有一個結合傳統工法 而發展出來的那個野心整治的工程這樣子 然後我們先不看這個野心整治工程的必要性 或者是有效性 我們先來看一下就是蘭嶺族人 到底是怎麼樣看待水患的 就是在訪談過程中 我們其實可以發現他們幾乎不會提到所謂洪水 就是對於溪流來講不會有洪水這個詞 就是可能反而是海洋比較常會出現這個詞 因為對他們來講 溪流量的變化其實就是一種大自然的現象 那也因為溪流在大雨過後 他因為透過那個四散的水流 可以灌溉他們的芋頭田 然後還有地瓜田 其實是糧食種植的要素 那此外對蘭嶺族人來講 水跟族人的生活其實彼此依存的關係 那河流其實是他們生活習慣的 跟他們生活習慣的體應結合 那此外就是在文化傳 他們蘭嶺的文化傳統上 其實也反映了對大自然不穩定的態度 然後但是在這段當中 政府的溯水防衡的工程思維跟設計 其實是沒有調查 地方族人跟溪流的互動關係 那比方說像是 在訪談中就他們就有提到說 就是溪流就是這樣一千百年流下來 然後他們其實面對反濫 其實就只會補強那個田裡面的微離 或者是他們就是去整理有破壞到田的區域而已 因為就是一定會經歷下一次的改道 然後方向就會改變 所以你整治基本上好像也沒有用 那再來就是他們跟生活習慣結合 就是其實溪流是他們畢頭田的飲水渠道 那就是在他們工作完之後 他們也會習慣在直接在溪流裡面 將身體洗乾豬 因為他們在傳統生活並沒有所謂的洗澡間 那還有就是對於他們 傳統生活中的對於面對大自然的不確定 其實是他們都有心理準備的 所以變成說他們在核的兩側的田 他們是不會去 基本上是不會去耕種的 不會是面對比方說他們的比較大型的傳統祭典 然後他們需要更多量的芋頭的時候 他們才會去借用溪流兩旁的芋頭田這樣 所以他們基本上就是對於就是 心理就是那個會有隨時做好吃去的準備 那就是在 這個是那個他們演習整治的傳統工法 那在這次的天平台工野營部落有用 就是結合他們的傳統工法來整治他們的野器 然後這個是做方式是利用那個石頭進行堆積 那這個石頭其實是源自於他們 就是水原地崩塌之後的那個圖石 那這個累石工法其實是沒有辦法用文字 或者是繪圖的方式形象化紀錄 然後傳授的 所以基本上這個工法就是對他們來講 就是必須要透過身體化知識 然後還有石座還有物質條件配的都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這個工法的石座者必須要了解當地的地理環境 然後也要大概像是水流的流向啊 然後因為水流的流向其實會影響七十的護欄 然後還有就是包含那個蓄水池容量的設計 那這個圖就是野營部落他們的那個設計 就是這個工法原本其實不是為了治水用的 而是就是他們是為了水原地的維護所流傳下來的 那他們是結合了當初就是傳統的工法就是維護水原地的工法 然後來用於淹水的預防 那同時他們也就是發展出一個就是也可以灌溉的功能 就是你有看到他們有那個旁邊是那個魚頭天這樣子 那對他們對主人來說啊 就是其實工程好像不能說你想做就去做 因為這個工程至於社會規範其實是 就是可以說是牽引法洞全身 所以他們在工程製作的時候必須要配合大自然的變化 然後也需要遵循一些社會的規範 要不然就會觸犯傳統的禁忌 那來與族人的社會連帶關係其實是很緊密的啊 因為就整治工程而言啊 因為是屬於公共事務 所以它會影響的其實是來你的傳統領域 那工程師做就必須要是全部落 然後不跟男女下去協力合作 但是就是政府的工程師做就比較沒有去顧及到 他們的傳統的文化 那就是接下來是談到就是做工程的必要性而言 就是其實就會牽涉到藍原到底要怎麼 他們到底怎麼框架風險這個東西 因為訪談過程中他們就有說就是其實很多條文 野溪並沒有嚴重的治災嘛 那大部分的野溪的水流量並不多 但是政府卻要進行大規模的施工 所以好像聽起來就是他們對藍原族人來講 政府的工程好像才是風險的來源 然後特別是像是在他們訪談中就有 他們就有提到就是生態工程中的護床工顯然是一個危害生態的技術物 其實在這個整治工程的爭議上啊 就是可以發現即便來源提出他們的工程設計的知識系統 像是他覺得他們的工法其實是可以建立一個小小的生態系 但是對講究科學工程的工程師來說啊 反而是就是科學的知識好像才具有權威性 然後像他們就會提那個工程師就會提到就是 就是會質疑他們的傳統工法的就是效用啊 然後可以維持多久啊 然後就是會質疑他們的知識 不過如果以衡量知識生產可信度的準則來看啊 其實當前的科學活動其實會面臨很多外在社群的挑戰 像是在訪談過程中也會聽到國發團團體也會質疑說 那水平在兼顧還是會被沖毀啊 還有就是政府單位認為就是他們的生態工程會採用 略局葉曼蓉這個職務來建維力 但實際上以當地部落人的看法來看 就是這個東西根本就不適合來這種沙岸的那種地質 所以就是就是反而是可能如果以他們 要採用他們的在地知識的話 他們會選用海浮龍啊來做圍林 那其實在那個整個工程的施作過程當中 可以發現就是政府單位還是採用比較官僚權威體系的那種統治模式 然後以一種漿化的行政程序處理 來的公眾事務啊 像是就是甚至他們會認為原住民基本上都是無知的 然後只會妨礙政策的進行 然後會將那個當地族人的那個參與排除在重建的過程當中 不過就是在政府工程資訊上面的不透明啊 已經加深了族人對政府的不信任 但是受限於領導的資訊的就是不服 然後沒有充分的管道跟足夠的資訊 讓族人掌握工程的資訊 所以就是他們蘭嶼族人就反對野西成者蘭嶼族人就到 就利用網路的力量 像是他們建立了部落格然後還有Facebook 然後就是希望可以讓不同的在不同部落的族人 可以透過這個虛擬的社群形成一個共同體 然後再那個集結各部落族人的力量 那除了集結各部落族人的力量以外呢 他們就是蘭嶼島上也有很多的美女組織 他們也會蒐集那個就是相關的資料 然後佐證 然後還會透過就是也是會跟那個台灣的環保團體 捨換治理監督聯盟 然後漸漸的就是在在讓在台灣的媒體上曝光 然後也媒體開始關注這個引體 然後在原住民電視台的原地訪生的節目 也邀請了就是政府專家學者 然後還有環保團體跟蘭嶼族人到節目上會談 那因為說到廣大的民意的壓力 那行政院農委會就到蘭嶼去舉辦 召開那個說明會 但在那個會議中就是族人也利用各種的資源去強化他們的知識宣稱 然後挑戰政府單位的工程關心跟施作 然後最後決定讓東青部落的工程暫緩 就是在這個個案中其實還是可以發現蘭嶼島上的族人對於整治工程的意見其實是一直性的 因為部分的蘭嶼族人希望傳統工法可以在現代化的社會中展現它的特殊性 然後獲得總視 但實際上還是有一些族人們不可避免的被就是現在化影響 然後逐漸洗的所謂就主流治水防洪的說法 然後影響他們的人知這樣 然後影響他們的知識建構 然後其實我們可以發現就是在這個個案中 就是原住民的知識其實是被理解為一個抑制 不斷透過寫上以及混合的知識體系 它這個原住民的知識其實是在社會脈絡中不斷地被重新定義的 那最後就是這個個案其實就是突顯了就是政府還是缺乏對文化差異 然後傳統知識的肯認 然後還有就是知識大權與知識的二分都會為整治工程帶來為之的風險 那這個我們這個研究可能就會將來可能會比較朝向是跨學科的合作 然後還有信念跟行動的協調 希望可以更重視在地的知識跟工法 然後專家跟在地著名的共同參與 希望可以最深處就是更符合特定的脈絡跟使用者的需求 謝謝 還有各位來賓 非常榮幸大會可以邀請我來評論方老師的文章 非常有趣 其實方老師之前相關研究一直以來都以來語作為很重要的一個主題 之前有看到廢核料 然後後來有齊山溪的整治 我一向看方老師的研究 有一個很有趣的是 我非常喜歡看他的quote裡面的訪談當地的人的回應 他都能夠很精準的掌握到當地人想表達意見 而且那個意見是非常有概念性的 可以啟發性的 所以通常我達到方老師的文章 非常快的我都很想看後面的一些quote 因為每個quote都非常有趣 那我這邊只提供幾項建議 讓方老師參考還有張婷筠同學參考看看 那SDS在談科學知識 科技知識跟在地知識之間的關係的時候 有一個蠻常見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會有兩個人兩個行動者 一個是科學家工程師 另外一個就是在地的人 那很麻煩的一件事情 常常是這兩個人 這兩個group 在面臨彼此的時候 其實在地的人還滿願意聽科學家或工程師告訴他們的事情 有時候他們也不會那麼的堅持 一定要用自己的傳統東西 但是他們會在思考 那比較麻煩的是說 當科學家工程師到了某個地方想要拯救當地的時候 那相對來說 對於在地的人的聲音 可能他們就比較不願意聽進去 那這個一直以來是SDS滿場討論的 或是說發現的一個大方向 那我這邊提供建議就是說 其實在這個大方向之下 還有很多的研究已經慢慢的再繼續往下做下去 比如說 James Goddard在談國家的視角這一本書 他當然也是一個基本的這樣子的想法 就是說如何的在地的人願意用聽科學知識 但是科學家不願意聽在地人的時候的出現的問題 那他嘗試把它概念化 那其中幾個概念化就是說 比如說他有提到落周邊視角 就是說你只看到一點 或者說只看到那個水患 那在這水患旁邊 河流旁邊你就沒有看到 那或者是說近視 他其中的觀點 James Goddard 他提到說可能只看到這一兩年 真的是這幾個月 而沒有看到十年後 二十年後 那當然他有提供一些觀點 譬如說盲點啊 或者說變量等等這些東西 那我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范老師這邊的講述非常有趣 那我是覺得像這些東西 其實可以像這些研究 可以再把它再概念化一下 比如說再概念化說 看看裡面是不是原住民的話 或在地的知識 他這樣子呈現出來的時候 那有時候我們可能可以期待研究者是 你會把它概念化抽象化 然後看到是說 他跟Scott有什麼不一樣 那他延伸出跟Scott的東西 可以延伸出更多什麼 那這當然我覺得這就會是 可能在學術上會是 又往前做一步 因為多了新的概念 或是說更增強的Scott的一些概念 那我這邊談的一個概念化就是說 譬如說 這邊有談滿多在地知識 那在地知識 通常就是說 你看到一個現象 在地的人 看到一個現象 那但是在地的人 用不同的方法來做 那他會跟你說 這個原位是什麼 這個原因是什麼 所以我們看到 在蘭嶼在野心整治的這個 可能 他的原因可能就是價值不一樣 他這個價值有可能是 不再是一個水患 或是說水的這種 會造成麻煩的一件事 他看到的水是 或是水旁邊的土地 是一種需用的關係 那這種需用的關係 是我需要的在用 那有時候我可能是今年需要 那有時候我可能是後年才需要 所以如果他讓他壞掉 或是說讓他崩壞了也OK 所以看到一個 這個在地知識 有個價值上面不一樣 那還有一個很大的價值不一樣 是在地的人 有時候可能比較願意 長期的來觀察 這個水患這件事情 所以天平颱風 天側颱風 OK 那可能是 就是可能幾年會一次 或是這一年一次 但是原住民可能 比較想看的 然後主人看到的是 OK 那我們是看的是長的時間 更長遠的時間 等等 那我要講的就是說 這裡有一個價值上面不一樣 那還有另外一個不一樣 就是說 他們對災難的理解會不一樣 災難到底對當地人 說不定只是一個 就是說 是一個自然界的變化 並等於是我們談的災難 這樣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在 我覺得有一個蠻好的概念 就是當他們面臨災難 我們認為的災難 或是他們認為的一個變化的時候 他們認為這個可能是 不是一種經濟的關係 更會是一個社會的關係 也就是說這是整個族群的人 要去共同面對 所以這就衍生到後面的工法 所以工法變成不是是一個 一個解決問題的手段 工法會變成是一個 凝聚社會的一項活動 所以參加這項活動的人 有可能是男人 有可能是女人 那當然也有可能是老人 還有小孩 這是一個社區的活動 所以我在想是說 有關於在地的知識跟在地的工法 其實他在訴說的可能是 人跟自然的關係 還有人跟社群社區之間的關係 那這個是我想提供的第一項建議 就是說或許有這些可以在概念化的 然後跟Scott這些人對話會蠻精彩 那第二個就是說 當然相同的 我們對待在地知識一樣 這樣子對待 對待那個行政的知識或科學的知識 那我也是在想就是說 看看是不是能夠把台東新政府 為什麼這麼做的原因 後面有一個結構 或是說有一個原因 可以概念化抽象化 那看起來 目前看起來就是說 有一個行政理性 行政理性就是會勝過於 甚至是科學理性 再勝過於在地的理性 也就是說在地行政的人 可能會思考的是 他的合法性在哪裡 那他就會思考 爭取更多的預算 因為這是他合法性的來源 那他也會爭取思考的是說 法報便利 勝於這個也系整治的效果 就是說有一個價值的優先順序 那另外一個看到的是說 一種單一理性 那就是說 台東新政府可能看到的是 也系是等於一種水患 沒有把也系看作是一個社區 也系看作是一個人 跟自然之間的關係 所以我在想是說 這些如果這兩個部分 都能夠再忠誠的概念化 或許會滿精彩的 那最後一個小的建議就是說 會有一點擔心 有一點點目的容的一個可能 就是說當然原住民跟在地的 在地的知識跟科學知識 其實正如同我最先講的 其實有時候在地的人 是滿願意聽科學知識 因為相對來說 科學知識確實可以解決 非常多非常多的事情 所以我是在想是說 如果說把也系這一項事情 跟其他來源那24項 如果做一個可能初步的對比的時候 就可以看得出來不一定 就是說不一定在地的那個 就是說在地知識的那個情形 這個特殊性 說不定沒有這麼樣子在想 那大概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會辦法繼續講下去OK 謝謝 謝謝陳老師 各位午安 然後這個研究 講莫拉克風災的數據 來一個量化研究 然後是企圖要把幾個不一樣的問題 希望能夠用這個數據來解決 這數據其實是這個 陳老師在NCDR 在國家科技災難 所謂的科技研究中心的 那一個計畫裡面 一個非常重要的成就 他是那個前人眾數問的是怎樣 就是在他之前的任內完成了 這個布拉克風災的一個災民的菩薩 其實是災民加護的菩薩 那其實是很重要的一個補品資料 那首先先講一下這個內容 因為文章裡面有三個標題 就是natural hazard 就是自然風險 然後這個unvolubility 就是這個墜落型 然後是resilience 是這個任性 那其實就是我們看到的其實是三組數據 第一組是那一個 natural hazard 到底是什麼 那一個就是我後來用的數據 其實是這個8月5號到8月10號的 全台灣的累積語量圖 那左邊這個是這個葉高華博士 他現在在這個中山大學社會學習 他畫了一個台灣的社會脆弱性的指標 他是用貧富差距平均所得的 那個鄉鎮層級的 那個老齡化的程度 還有這個貧窮率啊什麼一些東西 把它做成的是一個哪一些台灣的哪一些地區 才是社會條件是比較脆弱的 最後是中間這一個 就是這個莫拉克風災的重建策略分區示意 就是哪個區域做什麼 各位可以看到說其實 這三張圖都不是完全重疊 他們看似有一些關係啊 可是他們不是完全重疊的 所以就表示說 這中間有一些有趣的事情 就是說那個重建的策略 最後也未必就是從那個雨量或者土石流那一邊 也未必就是從這個社會脆弱性的程度 導出了那個重建 最後的重建策略 所以這中間有一些落差 也有一些關聯性 但你還是看出它是有重疊性 但是它不完全是一件事 所以也 這中間可能還有一些其他的過程存在 但是我們的數據 現在能夠回答的是其中的一些部分 就是這個 哪一些可以歸因做這個natural hazard 哪一些是社會的脆弱性 又哪一些其實是重建過程當中 就是有關資源分配的過程 會發生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就用了這個 企圖要去統整這三組概念 因為這些概念都是以前的災難研究裡面 經常特別是天災的研究 經常必須要碰觸 他們被拆開 他們被放在 有時候被放在同一個方程式裡面 有時候是說拆開成基礎不同 實際上在文獻上面是分別存在 就是做螃蟹地的人有一堆文獻 然後做natural hazard的人有一堆文獻 然後做resilience有另外一批文獻 而這三批文獻其實是 就我所知幾乎沒有 有一些可是非常少 就是把這三個變量同時 放在同一個模型裡面去做估計 或者是說做一個探討 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的少見 那這裡面就是說災難風險 這個循環裡面包含這三個因素 到底指的是總的是什麼 它是人類 這裡我給的一個定義當然是 你用的災難研究裡面就定義 基本上是人類意外受害機率的總和 那意外指的是非意圖性的事件 因為就是天災研究災難研究 這個研究之所以跟其他研究的領域 有一些差異是因為它通常不是故意的 故意的就表示恐怖攻擊 或者是槍擊案 那就是變成是意圖性的傷害 那種傷害性質跟非意圖性的天災 或者是工廠 或者是核電廠爆炸 或者是什麼工廠的意外 其實是不完全是一樣的 社會因素在左右的 舉個例子來說 這個戰爭來講的話 都是先打 就是先設這個領導核心 就是你要打掉這個組織的最核心的 最高層次的權力核心 把它摘掉 你這個軍隊就動不了 或者把它後勤打掉 可是如果是天災 又不是這麼回事 天災一向都是最弱的人先死 所以就是說 那個其實是很明顯的突顯 說其實這意圖性的行為 跟非意圖性的行為 其實會有非常大的 對這個人類社會裡面 誰受害有很大的影響 然後這個受害當然包括這一些 那這個受害的風險 每一個測量的因素都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那受災的風險 過去的風險研究裡面 經常使用這個 特別是自然 乳丸天災的部分 它常常是寫Risk的 Hazard Plus 後面有人再會 Plus Resilience 那 但是表面上看有這樣一個公式 實際上很少 很少有研究真的把它們放在一起做過 就變成是獨立的文献 那 所以 這個 我個人在這方面沒有什麼 我覺得這文章沒有很特別突破 倒不如說是 這個像陳老師他們做這個數據 簽人縱書後的乘良 我就是拿數據來用 我們有乘良的人 所以這個 希望是把這些數據 湊合在一起 看能不能做出一些有趣的東西 那 所以這裡面我就是把 以往的其實文獻當中已經提過的 一些假設來做一個驗證 在不同的文獻裡面 然後 如果有比較特別的地方是因為 這個莫拉克風災的追蹤 它是一個追蹤數據 它是對將近千七百戶的 在每一年去做調查 那我們就會看到 它其實有很多因素是一個循環性的 就是說 某個事情它會 就是把那些因素的強度比較強 在後面一些事情可能會消退 所以我們就做了 就是我在文章裡面提出了這些假設 假設其實還有在細分 第一個就是說 社會不平等 是影響社會脆弱性的主要因素 這是受害者的 受害者一些普遍的性質 其實就是社會上弱勢者 那弱勢者裡面包含了 至少在莫拉克這個例子裡面 應該會包含到這一起來 一個就是說階級 社會經濟地位的問題 另外一個是說原住民族權的 脆弱性的問題 第二個是教育程度的問題 教育程度它通常會有兩重的作用 一重是它反映社會經濟地位 另外一重是說 它對這個risk和reception 就是它接收information的訊息的來源 或者是理解會有一些落差 所以這個是兩個主要的 社會不平等怎麼造成災害的傷害 這個風險比較高的這個主要因素 另外一個就是說道義經濟 就是moral economy 我把它翻譯說道義經濟 就是說也是James Scott以前講的東西 就是東南亞的水患 這個農民 農民之間會出現一個 再跟對的就是那些香生 有錢的人會自己拿錢出來 就是大家最少全出的人 都要有基本的這一個 在受災的時候 有基本的一個生活 生命的權利 生存的權利 然後甚至是有一個戰爭配的作用 所以這個是很自然 我覺得這個很自然 人類可能會去做的一個行為 就是保護整個社群 但是這個是不是會發生在 這個台灣目前的天災裡面 所以我們就做一個簡單的一個 假設 就是說道義經濟 特別在搶救跟安置的過程當中 會出現 就是人們會很自然的 分享資源去給那些最弱勢 或者受害最壞的人 但是這個隨著時間延長 這種自願性的行為會衰退 因為到會月後期重建的時候 就涉及到產權的重建跟準配 會造成一些 使得這個本來是按照公平正義的原則 去分配的一些救災的資源 在月後期 開始在那邊分房子 分停車位 你不是說921 重建的時候是很明顯的例子 其實住宅還蓋起來的時候 大家就在那邊分 你聊多少坪的房子 停車位 該付多少錢 所以那個就是變成說衝突會很大 那這個 假設三是在談這個社會資本 就是說 這個災後 那個災民之間的 這個復原程度的差異 就是resilience 就復原程度的差異 那是不是跟他們的交流 人們的社會網絡有相當大的觀念 只是過去研究一項都發生了 那其中有一項是說 這個有一個 assumption 是說原住民其實是有更強的GPS 他們的復原程度比較高 實際上會超過漢人 如果是有其他條件控制的情況之下 那假設四是永久屋的雙面刃效應 這個是我做的數據 我覺得這個數據 裡面會說明一些很有趣的問題 因為這個永久屋政策在巴東站也做爭議非常非常大 但是 但是 到底人們對於住進去幾年之後 到底他們滿不滿意 還是說他們就離開 乾脆離開永久屋 不要山上去 那這個是 那沒有住進去 但是一開始就拒絕永久屋的那些人 兩年後三年後 到底他們滿不滿意 他們對回鄉之後 是不是滿意度其實高過那個 在永久屋裡面的人 這是我的一個最終數據裡面很寶貴的一個機會 我們可以去探討這樣的問題 那其實是他是兩面的 首先 這個 兩年後受災戶住進去的人 生活滿意度顯著高於那些人們住進去 我就把結論先說了 第二個是 入住永久屋的人 問題是 入住永久屋的人 他們會一直認為他們是災民 在心理上 展現一個依賴作用 就是說 到了第二年 他們已經入住永久屋 實際上他們應該出去找工作 實際上他自然而是災民 他從來沒有擺脫過災民的生活 所以 這個本身會造成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然後第五個就是說 災後的兩年 第三年我們所做的調查裡面 問了一些 這個 災後三年的所得 所以我們會知道那三年後 他們是不是出現了這個 社會不平等 復甦的一個現象 所以這個是我的 我就把這幾件事情 把它併起來 一個從受災開始 受災風險 然後第二個時期是搶救安置時期 第三個是重建期 到最後 重建完三年之後 到底人們的狀況是怎麼樣 是不是又回到原點 就是弱勢者還是處在一個很容易受風險的一個狀態 所以就是說 這些cycle of disaster research 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那這想法其實是我在寫的時候才想 才想說我覺得我應該 我不應該正由這些變量化的模型 來主導這個研究 應該要把它們想成是一個整體 所以就是這個 後來就想說應該要用一個循環式的觀點來看看這件事 那這個研究裡面其實這些想法不是很新 假設不是人家用過 但是比較有趣的是 我覺得從來沒有過像莫萊克風災的調查這麼好的數據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讓它變得更好 那就讓我們來試試看 所以我就把中央氣象局 還有這個行政院統合會水保局的土石流的數據 併入了這一個在它的數據裡面 然後我也併入了一個台灣社會面前調查 才是變成2010年的時候做那個調查呢 它很有趣 因為其實我們也抽中小林村 可是因為小林村受災嘛 所以我們後來就放棄了那個村子 那後來很多受災村子都放棄都沒有放棄 因為那個人都住到組合路去的 所以其實它是一個大致上是沒有受災戶在裡面的樣本 台灣的樣本 然後我們全部都是受災戶的樣本 為什麼要把這樣的數據併起來 因為光研究受災戶 在resilience那個階段是有意義的 但是在Valveti那個階段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這些人都已經防護半導全島了 他們已經受災了 所以除非我們可以拿他們跟沒有受災的一般人 做比較 否則我們看不出他們真的比較弱勢 因為他們都很做事 他們內部的variation是非常小的 所以這個 所以就是在第一個階段做的是 在算法列體就是誰受災的時候 必須要跟一個一般民眾的數據做合比 在做resilience的時候才是做 一期跟一期之間來成交 所以我這邊有解釋說 其實是把這個數據分到好幾層去做 第一個就是做了非常多的 做了非常多的這個很麻煩的數據處理 那這個是第一個數據就是 這是莫拉克加 莫拉克的第一期加上台灣社會面對調查 再一個是莫拉克的兩期和並後的數據 有一些2011年才出來的數據就是 這個 這個打信號的是後一期 所以它沒有所謂的 經濟學者喜歡講什麼內生性的問題 就是說因果的關係不確定 但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有些數據是後期才出現 所以這個是給大家看一下說 實際上全台的抽樣跟 那些受災戶的抽樣的階級差異相當大 就是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社經背景來講的話很清楚 不管是樣本內的這個人住民的家庭 或者是受災戶的裡面的非人住民 其實都是偏向公共階級的 所以這個導致說 這個罹難 傷病 損失金額 其實都很清楚的會集中在工人 農民 還有這個原住民 然後這個 比較大的家庭的受災機率會比較高 這是exposure 的概念 但是因為我們訪談有一個缺 也不能說缺點 因為那時候訪談是以戶為單位 是1700戶 所以其實都是 訪問的戶長 大部分 它導致的是女性量非常少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用這個數據去比較性別的脆弱性 其實有很多文獻已經談到了 這個是去除掉小林村樣本之後計算的受災風險 基本上原住民是非原住民的六倍以上 就是死傷比例 按人口除過之後去算 就是每一個原住民平均是比一般的死傷機率是六倍多 當然這個按照人口比這都是很低的嘛 因為你傷亡就是1700個戶裡面的人員 但是台灣現在是450幾萬塊470萬戶 所以那個機率是很小 可是還是顯出差異的 然後這個安置期間取得的資源呢 它有一部分跟社會階層 所以它有一個逆分配的作用 就是剛才我們知道公子階層最容易受災 可是當我們看到他們取得的資源的時候 其實是反的分配 就是我剛才講的倒逸經濟效果 就是人們其實是捐錢給那些他們覺得弱勢的 以及這一個傷亡比較慘重的那些家庭 那這個是一個有趣的結果 就是說控制各項因素之後 民軍跟鄰居健康的次數會高度的影響 他受到親友以及家及政府民間團體的卷助的金額 影響非常非常大 也是差六七倍 然後這個滿意度的話 就是我剛才其實講的結論 就是進入由大部分是住進龍九屋之後的情況 實際上是生起通過住進去的那些人 他的生活滿意度 跟他自認為詹尼這兩件事情 同時都是顯著的高於那個 沒住進去的 沒住進去的 有時候他就不覺得自己是詹尼 另外一方面 還可能他受災程度比較低 另外一方面 這其實我們已經控制了 另外一方面是 他的生活滿意度偏低 住進去的人 生活滿意度顯著的高 所以這是一個兩面證的作用 那這裡面其實還有很多很有趣的數據 可以值得討論 包括說 其實住進永久屋之前 有做說明會 有做這個建築空間的一個交流的溝通的說明會 有參與說明會 可以覺得建築的這個 他是滿意度比較高的那一些家戶 是很明顯的 他們更願意住進永久屋 而且住進永久屋之後 他的生活滿意度的提高 這個顯示說中間的風景溝通 或者是這個居住空間的重新規劃過程是有意義的 所以這個是裡面其實還有很多豐富的數據 還有有待挖掘 我這做了一部分出來 那就先報告到這邊 謝謝 這篇文章 說要我來評論實在是不敢當的 不過我覺得這篇文章 您教授這邊 他真的是有 我覺得有幾點 我們值得來看他的貢獻 第一個我想他一開始就講 我想提出一個叫做災害風險循環 這樣改變 以前我們大概就像他講 我們那位做災害的人 有的是做風險 有的是做什麼韌性等等 那他試著把這樣的人串在一起 而且透過一個前後時間的這樣的一個過程 能夠把自己給串起來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好的 因為我們如果只是在看這些所謂的triple do 一定不足 一定會延伸到後面怎麼去談災害與管理 或是韌性 但是這個前面也有更多的是 跟災害本身也有問題 所以我想這個是第一個 很好的一個貢獻 第二個是我想他很嘗試的把這個災害 所謂的nature hazard 實際上用了這個醬 或是用的土石油 這樣的一個試劇 然後把後面的這些 那些triple do 或者是resilience 是比較社會面的意義 這些參數來把它結合在一起 那我想這也是過去我們一直在覺得不夠 也就是說做自然做科學的人 做工程的人 不會去照顧到社會這一面 那現在把它結合起來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第三個是他試著把幾個資料庫把它結合在一起 這也是很重要 雖然他剛剛一直說 謝謝我們NCDR做了一些社會調查 不過我想這也是我們一直比較弱 就是看了社會 但是怎麼去把自然的液體 也能夠結合在一起 在方法上上還是不夠 所以他現在試著用量化的 然後把這幾個資料庫結合在一起 我想這也是 將來可以讓我們去操這一方面努力的 那不過也因為是這樣 所以實際上我想有幾個液體 可以來提供林教授做參考 因為受到這個既有的資料庫的影響 的關係 我想這是這樣 因為不是為了我的研究 去做的一些調查 當然有些限制 那所以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對於所謂的確認性 的確性越來越多 但是這樣說起來 大概不是很清楚 即使像卡達這樣 我們每次去跟他開會 但最後他說 夠收夠 不過我想這裡面有幾個 我們可以來思考一下 比如說 自然脆弱度 因為現在的資料庫 它會用中央巷子 用榮委會的 這個 土石流的資料庫 但是如果只是拿這兩個 那就有一些的 叫自然脆弱度 或叫物理脆弱度 可能就比較難以凸顯 比如說 雖然是叫原子民 原子民住的這個部落 它實際上的環境脆弱度 是不一樣的 有的原子民的部落 它的確是整個就崩掉了 那有些呢 它實際上還是比較好的 但是像這樣的物理脆弱度 或叫環境脆弱度 如果你不再納進來 我想那個 再分析這些 後面的這些 特別是 有關 這個 它的一些板力度 我說為什麼它會 千不醒 為什麼它願意日治等等 會可能更清楚 因為當時在做這樣的一個 青春的這個 決定 這個決定的時候呢 是讓它看很多是 部落本身的條件 它不只是整體 這個降體等等 那我想這一部分 或許我們可以再來思考一下 怎麼樣把 會影響到的這些所謂的 自然的脆弱度 或是物理脆弱度呢 能夠再加定義 那第二個我覺得 同樣的 在韌性方面 老實上這也是一個 新興的議題 那以前我們大概 談了很多脆弱度 但是發現不能解決問題 所以最近幾年 它在對韌性這個議題 就比resilience特別重視 不過resilience到底是什麼 事實上有很多的討論 那我在看 現在 這個林教授用了 用這個 跟大家的關係 社會關係 我想social capital 是一個大的議題 沒有錯 那但是呢 比如說 這裡面影響一個很大的 事實上是政策 那政策是 我們一直覺得 是resilience 裡面這個很重要 特別在災害武漢上 大家對於災害管理的政策 像重建 重建政策 就是一個很大的議題 事實上 這裡面談了很多事情 事實上是 我覺得可能 是因為政策使然 那這個政策使然呢 事實上也是造成了一個 所謂的脆弱度 或是任性的一個 很重要的意義 那這一部分 我覺得可以再來思考一下 比如說這些 那些 裡面談的這個 叫做道德 正義 大會經濟等等 那事實上很多是 因為這個政策 造成的一些結果 那所以我想 這一部分 的確可以 可能要再補充一下 那的確要做這一部分的了解 的確 可能不是那麼容易 但是 的確它會影響 它後面的一些的分析 譬如說這裡面有一個 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 這裡面談到 它要不要回去 事實上背後有一個 最重要的是 跟生計有關係 因為我們在這個 重建的時候 大概想的是 趕快把它們安置 然後接下來 就有熱心人士說要提供 叫雍雀物 但是在這個 過程裡面 事實上把那個 很重要的生計 或是叫產業 事實上是 先不是忘掉 而是把它擺到後面去 所以等到他住進去以後 他就發現他活不下去了 因為他沒有照顧他的生計 那雖然是 這個很努力希望 把這個產業建構起來 但是 從這樣的時間軸上來看 事實上是有問題 所以將來都會影響到 他的 不管是生活滿意度 等等 那我想 這樣的一個政策 事實上 我覺得 特別要注意一下 好 那我想另外 大概有幾個小的 比如說這裡面 可能對於 就是滿意度 這個也是一個 很大的課題 我們做了很多調查 那滿意到底是什麼 這個 可能或許可以來思考 我對環境的滿意度 我有方式自滿意 還是我對這個生活 是真的是滿意 我現在 現在他們的事實上 有各種不同的因應 有人是自在被很失誤 但是每天都要去 人家的地方去 做一些他的事情 好 我想這些問題 這個可能在 還有一個是 我們現在談的 Social Capital 我想這個是一個大問題 Social Capital 不只是內部的Social Capital 而是他跟外部的連結 這也很重要 類似這些 許會許 都是我們可以讓大家 一些新的研究的課題 那最後我想 時間也要到了 我覺得這篇論是給我們很多的啟示 有新的嘗試 新的這個方法的使用分 那我們可以來思考 真的將來很多的議題是 跨領域的研究 當然跨領域的研究越來越重要 一個人要全部誇大很難 那就反過來講 跨領域的活作怎麼辦 這是過去我在NCD 有看到很多的問題 我們有好多的領域 光是對話就很難了 那這個跨領域到底是什麼 我們可能可以來思考 第二個就是 對於災害 或許對於那個實況 對實際的災害 以及這個所謂制度面 或許我們可以多一點的了解 那這個我知道 不是那麼容易 我常常在講說 公務行政人 對制度好像很了解 但是他們對於社會面 對於災害就不是那麼了解 最後一個就是 或許這樣的關係 那裡面有一些的 我想今天就不小心講 不過可以 大家可以來思考一下 大家看一下林教授的這個文章 那我們或許大家可以 有一些東西可以期待一下 好 謝謝